Hello 大家好 我是TO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呢是终于可以坐下来跟大家聊聊我的近况 还有有一个主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女生如何提升自己自信的一个方法 有一个大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辞职了 也是因为前段时间要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交接工作啊 还有离职手续等等 所以我整个人状态非常的疲惫 那今天呢终于我可以坐在家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有的时候看到视频里面我戴戒指 其实戴戒指完全是为了拍视频装饰来看的 我觉得光秃秃的拍视频不好看 所以我才会去买很多这种好看的戒指 然后这样子拍视频的时候 你们看到我的手上就不会那么单调了 刚好说到视频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小可爱说 买了我推荐的视频之后觉得这家店的质量不好 然后引起了一些纠纷 后来我看那个评论的走向就越来越不对了 说那家视频店就是我自己开的 我自己开的为什么不跟大家开诚不公的说呢 我只能说在我购买和佩戴这些视频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发现它质量不好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然后才给大家推荐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互相理解 所以我尽可能的在做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用过的 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关于博主接推广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博主来说接推广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做毫无分享的时候 我前半年是没有接过广告的 那我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都是推广 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很好用的 我觉得有必要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去看待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我的微博私信 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宝宝来跟我聊天 比如说遇到了心情不好的事情 或者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都会来在私信跟我分享 这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会温暖到我 我觉得这对于博主来说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 好了以上全部都是关于我近况的一些闲聊 从这里开始呢才是我们这条视频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女生的哪些事 想跟大家分享我总结出来的几个要点 在我看来自信这个东西 不是你一学就能会的 而是一个改变心态的过程和阶段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看待事物的一些看法 以及对自己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说起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 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你的言行举止 第一点呢就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 都能够改掉驼背这个陋习 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一点驼背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有一点点 但是我经常会有意的提醒自己 要把肩胛骨给打开 这样子走路看起来整个人会很有气质 走路呢就抬头挺胸的样子 跟人说话交流的时候 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说话一定要注意你的声调 你不要扯着嗓子的去喊 不然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没有气质 如果你说话轻声细语的话 就会给人感觉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温柔 当然在关系很熟的朋友面前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第二点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定期的去看书 培养自己 学习新知识的习惯 看书真的是能够立刻让自己去专注 做一件事情的行为 所以我很建议女生用空余的闲暇时间 去看一些书 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 我书架上面放的一些书 都是我平常就可能随手会拿下来看 或者睡前看的一些书 像我最近在看的这几本书 这个是三毛的温柔的夜 这个我才开始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三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我很喜欢三毛的故事 是因为我觉得它对人生是一种 很肆意消散的状态 有的时候看它的书会觉得 自己也想过那种理想化的生活 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杨将先生的我们仨 这本书也是我看的最多的几本书之一 经常会拿起来翻一翻中间的段落 然后我最近还在看的是 瑞希的《总要习惯一个人》 这本书主要是讲的一些她的生活经历 那瑞希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兼电台主播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我就会听她的电台 听到她的声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有的时候很感动 有的时候很有感触 这个里面主要是带图的 这本书我也觉得也很喜欢 然后所以这三本是我最近正在看的 我一般不追求阅读的速度 就想说没事的时候去翻一翻 这样子我能够培养下来 我定期去看书的这样一个习惯 闲下的时间去追剧去打游戏不如去看几本书 第三点就是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穿衣风格 注意出门的穿衣打扮 我在上大衣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修边幅的女生 有的时候出门我就觉得 这件衣服干净就好了 我就不太注重那种搭配什么的 我就觉得好麻烦了 有这时间我可以多睡几分钟 但是后来到大三开始实习 然后大四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你整个人的穿衣风格和搭配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穿搭这方面 我个人的总结就是 你不需要每一身都得是多么大牌 或者说品牌价值多么高的单品 最好是掌握一些搭配的技巧 或者说跟你的整个人穿衣风格要协调 作为女生来说 我觉得内在要比外在重要的多 但如果你的外貌很邋遢 整个人不修边幅的话 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提倡女生出门化淡妆 一个道理 这样子也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说不定你的Mr.Red 也就在某一天遇到了呢 第四点就是 停止与他人一切无意义的比较 要学会和懂得欣赏你的人在一起 你就是你 你就是最出色的那个人 你没有必要和他人比较 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 如果这个人一直只看得到你的缺点 然后贬低你 觉得你一无是处 那这种人你和他交往图什么呢 即使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 他也不会发现 慢慢下去 你自己也会否认自己的闪光点 所以没有必要去迁就那些人 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如果你跟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 在一起成为了朋友 那么你们一定会相处得非常好 同时你的自信心也会慢慢被培养起来 第五点 学会独处 当你经常和一帮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可是当你一个人回到家觉得孤单寂寞冷 那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咯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能够独立 我之前在50问里面就跟大家有分享过 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独立的个体 如果你经常依赖一个人或者严重依赖她的话 那么这段关系长期发展下去一定是很危险的 你觉得任何事都会有一个人来帮你解决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成长 如果你什么事都能自己拿主意 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缺点 你不能因为缺点而否认掉优点 而是应该把优点放大化 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做决定之前仔细的思考 不依赖其他人 坚持下去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聊了聊我最近的近况 还有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变得自信的一些方法 希望这条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以后空余的时间我会多拍一些视频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有想看的主题也可以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 好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TO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